不如我們又說說小桃園 究竟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2013日 2012年當然就是再選特首 跑車跑馬仔 梁堂之爭 大家記不記得嗎 這些經典的回憶 你說謊 是不是 好了 2012年的時候 報導出來 梁振英在劉浮山 我經常說小樓球 劉浮山的小桃園有個飯局 什麼時候爆了 這個飯局是2012年2月 2012年2月 3月爆出來的 誰爆出來呢 就是東周刊爆出來的 東周刊是誰 何處角 唐刑 爆出來 但其實當時這個東周刊 是沒有實質資料的 他沒有想 他只是說 他說有人爆出來 但是當時其實有小 講些什麼呢 那篇文章就有講 上海仔 還有其他人的一些 去日本的旅遊 不關這個小桃園飯局的事 但是最後 根據國風口供 是肯定有的 而且越來越多細節說出來 那麼爆了 東周刊就爆了 有一個這樣的江湖飯局 而當中是有江湖人物出現的 一個特首候選人 兼他們的競選團隊 在一個飯局裏面 跟一班江湖中人 黑社會 吃飯 我都說了 你現在聽說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特別 這個政府有什麼做不出 是吧 但是那時候 十年前 就好像很嚴重 而這件事 令到梁振英的民望 下跌了十個百分之 十個百分之 好了 今天警方調查 警方調查 就發現 哇 這個飯局就有很多人了 有 有 梁振英的辦公室成員 有劉夢雄 這個大糧粉 後來就反抬 梁振英的 現在就狂屌 現在變成 淫算反對派 總之現在就變得很批判性 大家知道 羅飯招勳 羅飯招勳 是競選辦主任 鄧淑德 副主任 劉炳章 也是副主任 有幾批人員 最重要就是有鄉事派人員 鄉事派 包括侯志強 梁福元 這兩個最有名的 曾樹和 還有其他一大堆 鄧麗東 文智商 鄧何年 曾建強 全部都是什麼什麼主席 鄉委會主席 元朗區區議員 黎偉雄 上海仔 郭永雄 還有一個叫做愛好兒子的張全漢 這兩位就是疑似和嘟嘟的大佬 上海仔 今天就調查了 你一個這麼高調的社團頭目人物出席這個飯局 就調查一下 可能還不止 那時候第一樣爭辯就是大家有沒有付錢 這件事 真是很無聊 重點是誰要埋單 民主黨就說 喂 這樣是不是涉及賄損 其實你問我 根本就是 你指控最輕微的指控 喂 究竟特首和黑社會 這個飯局 當然重點不是賄損 還是誰埋單 究竟大家明知不知道情況 梁振英是共產黨的 地下黨員 當共產黨和黑社會 這麼緊密的接觸 共產黨和黑社會警察官商向客 其實這個才是 香港人那時候應該認清 我們是否容忍一個官商向客的政治環境 其實我覺得大家當是花生多一點 好了 梁福娟就說 談談潛建問題 談談原住民權益 我覺得他只是出去吃飯 這個鄉委會 沒有什麼出席 對吧 不過這樣 好笑 有些鄉親說 搞錯 其他鄉親 鄉視活動你又不出席 這頓飯你又出席 這樣 現在有一個綜合各方面的版本 挺過癮的 究竟有三方面的說法 一個是鄉視委員會的版本 一個是劉夢雄的版本 以及羅范昭芬 即是梁瑩的版本 因為羅范昭芬是很有型的 他去了警察 就交下一份聲明 就閃了他 OK 我們分開這三個版本 究竟 第一件事 誰搞這個飯局 誰搞呢 鄉視委員會就說 有一個中間人去邀請 有一個中間人去邀請 又不說 劉夢雄就說 他是有Line up這個飯局 其實也不用說到那麼神秘 你做特首候選人 當然是到處去約飯局 你當然透過中間人 難道梁瑩自己打電話嗎 劉夢雄 都是什麼人都認識的 沒有就再叫一個 我想要約誰 他就說 也是透過鄉視委員會 鄉視選委 去安排 這些選委都是做你的事 誰知 就在兒子上說 羅范說 我們沒有約這個選委 我們都不知道誰出席 第二個問題 誰請上海仔呢 誰請上海仔呢 所有鄉視委員會都說 我們全部都沒有關係 不知道 上海仔就是鄉視派邀請 很合理 你一個江湖勢力人物 你一談這樣的飯局 你怎麼會不知道 是吧 當然現在時候大家都不認 最後誰結席 劉夢雄說 一頓飯千多元 這麼便宜 這樣便宜 便宜 他就和梁盈 和其他人 各給五百元 當時把錢交給鄉身 就馬上離開 都不理誰去買單 是這樣的 還有一些問題 究竟梁盈 有沒有拉票 有沒有主動認識其他人 這樣 我覺得這些都不重要 好 那時候 上海仔接受訪問 他就說唐英年和林健岳 同遊日本 就說 如果唐英年不接欺 我們就會爆料 其實很奇怪 唐英年就說是報警 好了 第二件發生 原來當時港大學生會 就拿了三十萬出來登報紙 就說評擊黑金政治 誰知 另外七大院校 就組成一個九大專學生會 質疑 聯署反對港大 為什麼你只是針對這個梁振英呢 你是不是跟著這個小圈子起舞呢 我們想想想有多有趣 那時候真的有這樣的辯論 那時候有這樣的辯論 就是 有一派就說 支持唐英年 當然有一派支持梁振英 你問我 如果是你有份的話 不要緊 一切都會按摩過 覺得梁振英是會有作為一點 是可以打地產 笑人倒 你因為帥哥 我反而覺得沒那麼按摩 你覺得他會打地產這下才按摩 那這個 又想回你的回憶 記得地產霸權 這四個字 現在都沒有人說地產霸權 現在是中共極權 好了 誒 說什麼 對了 那時候有一幫最按摩 支持梁振英 次按摩 我也是 你問我也是 不是 那時候我應該也不是 就覺得 唐英年也比梁振英 我同意這個結論 但是有第三批 根本就是個個都不應該支持 那又對 那又對 所以當港大出了這篇聲明 去攻擊梁振英的時候 其他輸員就說 那你是不是先支持唐英年 當時也有這樣的爭執 其實爭了很久 很多次出現這類型的爭執 究竟我們是否應該全面杯葛 還是 Less Evil 我覺得這也是香港社運的進程 正如 勇武 反對黨 戒票論 這些都是 社運必經 去到現在 我們就明白這些都是灑氣的 這樣 好了 去到18年了 小桃園飯局五六年之後 然後 鍾劍華就出了一篇文 就說 就好像剛才讀出來 喂 你現在臨病 是吧 保安局 你沒有人出一句聲 關於梁振英勾結江湖中癮 那梁振英就說 誹謗 那這宗案 就會 明年8月7日 就會被判刑 曬了 是吧 立場就撿跪了 鍾劍華就走了 那就判空氣了 那這宗案 本來我擔心說不夠時間 就打算準備一些UGL的案子 這個梁振英 其實他根本就是一件垃圾 在收受利益 不如再說兩句 這個UGL案 UGL事件是什麼 就是當時他的大德糧行 大德糧行 大德糧行賣盤 DTZ賣盤 DTZ賣盤 就本來有另外一間國企 就叫天津新金融投資 就出大約一億八 去買這間公司 一億八美金 一億八磅 所以一億八磅 買這間公司很棒 澳洲的UGL 就希望梁振英幫忙 就給他收購 那價格是少一億磅 他就給梁振英幾百萬磅 折合當時港幣五千萬 給梁振英 換取他之後一大堆條款 一大堆條款 包括協助UGL收購大德糧行 最後梁振英收錢其中有幾筆錢呢 是上任後支援手的 他是沒有申報的 我不管他收這筆錢對不對 我當是商業合約 但他沒有申報 曾蔭權當初 他接受了裝修幾十萬 幾十萬沒有申報 公職人員行為不檢 他坐牢了 收幾十萬坐牢 梁振英收幾千萬 你跟香港說法子 十年前完全是破壞的 不過 大家就是當 還不知道 或者很大部分就是這樣 有什麼辦法 有什麼辦法 這樣 所以香港是活該死的 OK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絕對不要忘記香港 怎麼腐爛下來 有梁振英這件垃圾 這件廢物 曾經在香港搞風搞雨 都是一個共業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祝大家有個 大家如果對於小桃園反共 或者對於梁振英 你有什麼回憶的話 都可以打在Coming那裡 今天就先說一下這些 啊